沒有這個就不是台灣 對,不是台灣 不是台灣 三十一で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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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哈囉大家好,我是葛珍維吼的阿摩耶吼 哈囉大家好,我是明萱 明萱耶 大家好,今天呢 有來賓是明萱 嗨 剛剛是去了那個苗栗的一個很大的活動 這個豬也是他們給我 對 我們今天認識然後一回來台北就直接拍片給大家看 對對對 然後呢今天想要介紹給大家的事情就是 就是台灣人超喜歡的東西的事情 沒有這個就不是台灣 對,就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生活中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最近日本人超喜歡 嗯,紅到日本去了 什麼呢? 我告訴你 欸,你不知道嗎? 這個遊戲真的很好 台語很厲害耶 我不太會講台語,真的 慢慢學習 日本人教我台語 那你會用台語自我介紹嗎 大家好,我是一位 老師的台語很怪 老師吧 老師吧 老師應該沒有 老師嗎?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事情就是這個 就是 真奶 真奶 我點的是真女 然後呢介紹給大家的事情就是 日本人為什麼那麼喜歡 建築奶茶 最近呢 很多很多的台灣的建築奶茶店 不過就是日本,然後超紅的 百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而且其實以前是喔 但是還不太紅 為什麼呢? 所以日本人都很喜歡 真奶 應該是八成九成都喜歡 日本男友 老人 小孩 年輕人都喜歡 為什麼日本人他們很喜歡 真奶 那我們一個一個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很多種類 一個最南小店 但是有 三十四十個種類對不對 對 這麼多種類的店 我覺得日本是 很難有 這種是嗎? 看你要加什麼 這樣子都自己搭配 就自然而然就很多種類 但是這個很難做到耶 但是這個很難做到耶 太麻煩了 可是很多人排隊的時候 四十幾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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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對對 台灣的店員真的很厲害 還沒有紅掉 或者是一起紅 但是就我覺得呢 就是很棒 因為四十九 今天喝這個 明天酸一點的口味 但酸一點的口味 可以加珍珠 也可以加其他東西 什麼 在日本喝飲料是不是 就是去那個販賣機 對 販賣機 還有便利商店買 就比較沒有這種飲料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飲料店沒有 第二個 第二個 一邊走一邊喝 然後 在日本的話 這個習慣就是很少 日本不能邊走邊喝 不行的地方也很多 不行的地方也很多 但是但是但是 邊走邊喝 我們日本是 有一個時候開始做 就是 日本的祭典的時候 很多攤位 對 那個時候才會有那個攤位 然後就燃油燒 大阪燒 還有那個 抓兵 什麼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 那個祭典是超開心的 我在想 或是因為台灣有夜市 因為夜市很普遍 所以 大家其實都很習慣 邊走邊吃邊走邊 來解釋 我們其實有一點的口感 什麼的 大部分都是 進去咖啡廳裡面 然後直接喝 但是這樣不好玩 就沒有那種開心活動 對 特別是對日本人 是不是很新鮮的感覺 嗯 邊走邊喝 算第一次訂到 去點的感覺 蠻特別的 而且是台灣的店開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 年輕人超過的地方 嗯 年輕人應該很愛 很愛 為什麼呢 下一刻有第三個 第三個 為什麼喜歡這個 可愛 可愛 哪裡可愛 不覺得嗎 超可愛 就是說一顆一顆的這樣 對 圓圓 QQ的 那如果是野果的 野果的 然後這個可愛 為什麼重要你知道嗎 為什麼 OIG 所有的高中生 高中生也是 都愛吃 TikTok 有可能是YouTube 大家都愛 所以 需要的是 可愛的東西 這個地方 拍照的 我 很可愛 然後 珍珠奶茶 拿的 我 好可愛 所以 通常不可愛的人啊 珍珠奶茶就變可愛 對 可愛的人拿著珍珠奶茶 更可愛 然後下一個 第四個 第四個 QQ的感覺 日本有那種QQ的東西 就是日本的非常傳統的 吃肉 餅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日本的那個 例如說 祭典啊 或者是結婚啊 或者是新年的時候 一定會吃的東西 麻糬 所以日本本來就有 吃QQ的東西的文化 但是 日本人是沒有發明到 飲料裡面放進去 所以呢 這個是 日本人來說 一個嚇一跳 那麼 第二個 價錢很便宜 比如說上一百獎 真的在日本 要買多好吃 例如比 一百多 還比一百 一百多 大概是兩三倍的價錢 對 我覺得台灣人的飲料 非常講究 煎酒也是 盛酒的東西 然後不可以放太久 新鮮的時候 才會有些口感 非常難受 而且是那麼多的蟲類 開做的員工 也是超厲害 那一些機器的剎片 也是很厲害 然後那麼多的蟲類的東西 放在店裡面 也是非常大的成分 對不對 但是 就是 只該四十塊 五十塊賣的 那麼講究 那麼有選擇 那麼好吃 很便宜 所以來到台灣的日本人 天天都在喝 我吃過日本的 不是台灣的店 開了一個珍珠奶茶 超難吃的 珍珠吃起來怎麼樣 硬 就是沒有口感 台灣做珍珠奶茶 技術很好 然後店員很厲害 會做那麼多 對啊 而且是超怪 所以你很常在台灣 珍珠奶茶 有啊 一開始 玩玩的時候 每天天真的喝 但是就 我發現 真的會燙 現在是兩三天一次 兩三天 截止一下 加一個 最後一個理由 第六個 第六個 就是 調整 天日冰塊什麼的 在日本不能調整 不可以 買一個一個飲料店 然後 加湯 那就 給你一包 自己加 所以你不能跟店員說 我要調整 沒有拿走 台灣是就 不要把你燙燙 然後加什麼東西 啊什麼 所以自己想喝的東西 那你都喝了什麼 這個 飽巴奶茶 可以燙燙 或是可以燙燙 剛出來台灣的時候 你第一次點珍珠奶茶 的時候 不是 你是點起司看嗎 因為那個時候不會想 那時候不會想 所以就是 健常過來 一吃 這個 這個 因為珍珠本身只有 甜嘛 對 因為珍珠本身甜 奶茶就沒有奶甜 那就這樣子 大家今天有發現了 有些新的術品嗎 為什麼 日本人這麼喜歡 蠻特別的 因為 我們之前會覺得說 外國人會喜歡珍奶 應該就是 因為它 只是台灣的特色 所以就來 其實很多理由 就邊 可愛 邊走邊喝 這種也是一個理由 很驚訝 台灣這個 少不了 只有珍奶的文化 嗯 真的少不了 如果今天廢除了所有的飲料店 我們就 扶不下去 真的很嚴重 OK 那麼 終於是時間到了 耶 我們時間到了 Dika S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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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UAN SIGUAN 這是外來語嗎 對 S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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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SIMASU TTON S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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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SHIMASU SASSHIMASU OK Lبة Lura 按第三 rid gel 選擇 MILK TEE MILK TEE MILK TEE OHA MILK T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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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KTEE MILKTEE 你會先喝茶 如果你lessly喝酒 menstruAR 我愛 我愛 我喜歡阿比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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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到了吧 學到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請大家多多訂閱 在 YouTube 請按讚然後分享 或 Facebook 粉絲也有 Instagram 或 Instagram 最近開始每天播 請大家多多追蹤一下 然後請大家不要忘了按鈴鐺 一定要按鈴鐺 對 沒有鈴鐺按下去 沒有通知過去 真的 那這個訂閱是Veras嗎 真的 那我的頻道都是在講一些關於自助復興 不論是在台灣旅行還是國外的旅行都有分享 然後還有一些在地的文化阿 或是咖啡廳阿一些介紹 就是如果喜歡旅行的朋友 也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多多訂閱囉 那也可以去追蹤一下我的 Facebook 還有 Instagram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吃太陽粉了 是要吃太陽粉 吃太陽粉 吃太陽粉 日本人受けてる 受けてる受けて 大行列 太陽7-11的 N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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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DOISSI 耶~~ 你弄的东西 卡开始 开始 第一卡 第一个 做到台湾的卢南钥匙制作 我已经学到 下面 有 在裂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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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